喜欢摄影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入手过相机兔龙这个产品 装上兔龙之后 你就可以给相机加上上手提 手柄 监视器 麦克风这类产品 这样你可以全副装起来 你不然的话 你这么多东西 肯定没法直接把它装到相机上面 相机只有一个热鞋可以装 你这样装了这么多套件之后 首先你给甲方看上去 就是会更加的专业 甲方快乐机 同时主要就是你自己拍摄起来会更加方便 因为你这些套件 你这样握着 或者是手持着拍摄会更加的出事 OK今天就给大家聊一下 我手中的这款 斯莫格的迅音快拆一个套件 我用的是索尼的HM4 H3 HR5 还有A1机身版本的一个兔龙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快拆套件 它的一个设计亮点 和之前上手提案 还有手柄 都是通过这种 零螺丝的这种方式不同 这次斯莫格采用的是 它滑槽加滑条的这个设计 你按住就可以释放这个释放按钮 上手提和滑槽的话 可以直接就把它滑入式的拆装 然后松开就可以自动锁定 这个拆装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不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锁定方式 它是通过这个滑槽里面有四个金属键 你把它卡到这个滑槽对应的凹槽里面 这样对应到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实现自动锁定了 然后它这个锁定方式也非常牢固 你用力甩它也不会甩掉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把它锁定 然后我再摇晃一下 它这样是非常牢固的 然后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之前的零螺丝的版本 跟现在的一键侧滑式安装版本的方式的一个速度对比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兔龙的设计部分 兔龙它的侧面是有这种滑槽的一个设计 可以直接安装手柄 安装一些配件非常方便 然后手柄的话 它是有可以等距离调节的 因为它有很多档位 然后兔龙上面有很多四分之一的螺丝孔 还有一个八分之三的螺丝孔 还有冷靴接口 这样你几乎可以安装任何的一个配件 还有一些八分之一 还有一个四分之一 它是带阿卡定位的这个螺丝孔 装上之后 它不会出现松动这种情况 顶部的热靴的话 你可以装麦克风小型的灯光补光灯 兔龙的底部它是阿卡底座 你可以装到支持阿卡快装板云台的三脚架上面 或者是大疆的RS2、RS3系列的稳定器上面 这样你可以快速的切换到三脚架和稳定器的模式 这样就非常方便了 底部的话 它还有一个另六角的扳手 可以用来拎紧快装板用 再聊一下这个上手提配件 这个上手提配件呢 它是支持一键测滑式的快拆的一个设计嘛 中间它是有两个这个冷靴座 底部有一些四分之一的螺丝孔 还有定位销 然后底部是这种人体工学的硅胶设计 握上去非常舒服 然后左右手也都是可以握的 这套快拆系统 它其实还有阿卡底座的一个套件 它的快装板也兼容脑袋阿卡配件 卡上去的话 它也是支持一键自动锁定 同时也支持快拆的一个设计 你按一下的话就可以把它取下来 所以说它这些细节设计的都是很到位的 基本上全套都能支持快速的拆装 再来聊一下这个监视器的小支架模块 它有两个监视器的模块 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把它装到冷靴上面 你这样一滑的话它也是自动锁定的 你也可以把它装到上手提上面 上手提上面 然后再装一个这个小配件 这个小配件把它把它滑进去 然后你再把这个滑进去 这样就非常迅速了对吧 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小支架 这个小支架它是这种通过滑槽连接的 你可以直接装到兔笼上面 这样滑进去 然后装到上面 然后这个监视器 你也可以把它锁死在上面 这样也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速拆装 基本上能大大提高你的一个拍摄效率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侧手柄 这个侧手柄它握着也非常舒服 可以支持一键滑入式的拆装 跟这个上手提示一样的 同时也支持自动锁定 锁定后也非常稳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锁定之后它也是非常稳定的 基本上也不会说掉啥的 也非常稳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360度这样双向的调节 它的角度 无论什么样的方向握着也非常舒服 这个手柄可以装到左边 也可以装到右边 右边你通过一个轨道连接键 也可以装到右边 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改变位置 你可以把它装到顶部 像装到顶部的话 你就可以拍短视频 拍这种竖屏视频就会非常方便 非常舒服 给大家装一下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你拍一些竖屏短视频 这样就非常舒服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关于斯莫格虚拟快拆套装的一个介绍了 你觉得它基本上你可以实现超快的一个拆装 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拍摄效率 让你的器材更加灵活方便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的话 请记得多多分享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